一动都十分吸引人关注 有观众发现 关小彤手上戴着一块非常漂亮的手表 十分抢劲 还记得公布恋情那天晚上 陆寒在朋友圈晒出一张和关小彤的合照 当时他们手上就戴着这款情侣手表 看来关小彤是全程戴着陆寒送的情侣表 上节目啊 非常解密 除此之外 关小彤手上还戴着一枚戒指 是不是陆寒送的就不得而知了 说到戒指前几天 网上有爆出陆寒在店里挑戒指的照片 一度引发外界猜测是送给关小彤的 这期天天相上是九月下旬录制的 那时陆寒和关小彤的恋情还没公开 因此汪涵等几个主持人在节目上 问了很多八卦的问题 前凤率心发话 提到关小彤在二十岁生日那天 收到一束鲜花 大张伟还调侃 这束特别不一样 关小彤立马计划说 对 Rose only 玫瑰花是粉丝送的 不要误会 不要觉得only就应该是那个唯一送的 虽然关小彤在节目上说 Rose only 玫瑰花是粉丝送的 但那时的情况是 她和陆寒还没有公开恋情 所以很有可能是拿粉丝做掩护 实际上老早就有人扒出 玫瑰花旁边的关女士 生日快乐是陆寒的笔记 再加上玫瑰花 only这些元素 究竟是谁送的 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节目后期制作也很配合 直接在屏幕上放出 陆寒关小彤公开恋情的微博 接着汪涵问关小彤 到了二十岁 肯定有一些新的情感 进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 你觉得男生什么习惯是好的习惯 汪涵的言下之意 是问关小彤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 关小彤表示 踏实的靠谱的是好习惯 他还重点强调了 宅是一种好习惯 因为不会去外面浪 所以要找在家里宅着的对象 汪涵这一问 间接问出了关小彤喜欢陆寒的理由 总起来就是 踏实 靠谱 宅 陆寒确实喜欢宅在家 他曾在节目上被硬彩而问 有什么想完成的心愿 给出的答案竟然是 我想在家待着 此外陆寒在接受某次采访时 也承认自己就是一个 操汉子宅男 现在知道陆寒身上 有哪些特质吸引关小彤了吧 祝福